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0元时别忘灵 希格文芙妮娜抽取建议 4.8卡10安排 联动消息来了 元神4.7-4.8卡10角色强度大洗牌 希格文水神抽取推荐 藏女强度逆天 平民玩家怎么选择 元神材料收集 希格文培养材料收集 快来看看吧元神 吊香丝又是未来可惜 直商连阿贝多都不如 燃烧反应要等那塔才能玩 元神目前已进入长草溪 隔壁妹妹那边毫不热闹 首日流水直接登顶 想要抽取克洛琳德和艾尔海森的小伙伴 可要抓紧时间 6月25日就会更新4.7下半的卡池 届时弗宁娜与希格文登场 元神的热度将会大幅度提升 对于两位角色的抽取建议 弗宁娜作为水神 基本保障而加一就可以了 希格文按照RXP抽就行 强力角色将会在5.0登场 为了给下半卡池预热 官方已经放出有关希格文的宣传视频和活动 玩家可以通过官方 或者游戏内邮件参与希格文的新意图腰网页活动 活动玩法基本没有什么难度 只需要玩家点、点、点、就行 最终可以拿到40元石 以及一些游戏内的材料奖励 有关4.8卡10的安排 目前暂时没有反转 基本上可确定维埃梅利阿加纳维阿加尼路加夜兰 预计等到4.7版本开启后 就会有更详细的信息了 有关第二混沌的问题 目前舅舅并没有确定会上线 所以各位旅行者先别着急 先囤圆石就好了 按照时间的安排 绝屈林将会在7月4日上线 原以为21号会有前瞻 结果官方那边一直都没有前瞻消息 只是发布了几位角色的PV 或者是一些相关资料 难道说是为了避开某些热点事件 还是说官方长了大的 要知道绝屈林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看来只能等到月末再看了 众所周知 原神封单4.7下半卡池的新武星角色 西格文即将登场 水神弗宁娜也终于你来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4.7到4.8卡池角色抽取的推荐 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4.7下半卡池即将登场的 西格文和水神弗宁娜 其中西格文作为新武星限定角色 在机制上有拐有来有输出 但是想要做到都面面俱到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想要玩的舒服 1加1的西格文算是完全体 不管是在奶还是后台战机拐 都是足够用的 如果单看性价比的话 1加0也是可以的 对于缺少全奶可以选择抽取0加0即可 其他情况下并不推荐抽取 而说起下半卡池水神复刻的抽取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对于弗宁娜的抽取 水神低命情况下 建议0加0或者2加0 0命的水神说白了就是存辅助加复西的角色 提供的伤害不高 配对单一还绑定纳维 1命开始大招以及增伤都得到了提升 2命的水神配对多样 武器方面水管 辅职都是可以的 至于后续的4.8卡池 新无星角色艾梅利A1游会登场 已知的是艾梅利A1的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看来对单差点 燃烧伤害的占比也极小 数值比较逆天 但是同样的机制也下毒严重 比如要命做 缺队友 会来可惜等等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水神抽取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原神材料收集 希格文培养材料收集 快来看看吧 跑图队伍推荐夜兰或者流浪者赶入 如果可以的话再组一个双风 能够提高一速减少体力消耗 敌人方面要求队伍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近期有玩家分享了艾梅利A1的测算数据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但根据这位玩家的一个大致测算 发现艾梅利A1很可能也是为未来可惜的角色 这就很尴尬了 难得出了一位后台过草角色 却只能玩燃烧反应 而燃烧反应在当前版本又很拉胯 既然燃烧不行那就看看直伤吧 结果也是令人大跌眼镜 算算还没有阿贝多的高 一组燃烧反应和直伤数据测算 结果都不尽能力 这么一来 抽外梅利A1的玩家只能等那塔了 就看那塔会不会强抬一部燃烧反应 不然就未来就真不可期了 要是没伤害 那就只能是单纯的挂槽辅助了 这样的辅助角色还会有玩家想抽吗 总体的人就是要伤害没伤害 主打的燃烧反应也不亮眼 燃烧反应就不会有高爆发 配队都会让人头疼 为队伍带来的提升变得非常有限 当然现在这数据还都只是测算 并非正式上线后的数据 所以也不用太过失望 虽然艾梅利A1主打燃烧反应这点就不怎么吸引人 但也算是新鲜 等正式上线后测试下就知道了 说不定是匹黑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